大家好,我是小韩,欢迎来到民航时宜。 韩路节气,就在家里面给小孩做蔬菜汉堡。 食材搭配全面,吃起来外酥里软的, 非常的好吃,又营养。 孩子很喜欢吃,比外面买的要好吃,还健康。 做法挺简单的,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准备一个包菜,对半切开,取一半就可以。 把它切成细丝。 装入碗中。 加入清水。 把包菜清洗清洗。 捞出来,放入漏盆中,控干水分。 接着准备一根黄瓜,清洗干净之后把黄瓜皮去掉。 加入黄瓜,吃起来口感更好,营养更丰富。 皮去掉之后,给它切成薄片。 再切成细丝。 再切成细丝。 切好之后,装入碗中。 然后准备一个水果胡萝卜。 同样的把皮去掉。 同样的把皮去掉。 再切成薄片。 加入水果胡萝卜呢,吃着更加的有营养。 颜色搭配也好看。 再给它切成细丝。 再给它切成细丝。 切好之后,装入盘中。 一个火腿肠同样的切成薄片。 再切成细丝。 装入碗中。 然后把沥干水分的白菜丝倒进去。 加一勺盐。 搅拌均匀。 把所有的蔬菜腌制变软。 跟着加一袋小酥肉粉。 100克。 继续搅拌均匀。 这里呢,还可以加馒头碎,或者是普通面粉。 不过加小酥肉粉做出来的汉堡吃起来, 口感更好。 更加的柔软,蓬松,酥脆。 搅拌均匀。 搅拌均匀之后,打入两个鸡蛋。 加一勺香油。 一勺白醋去腥。 继续搅拌均匀。 把鸡蛋搅拌均匀。 和所有的蔬菜融合。 这里呢,不需要加其他的调味料。 有盐就足够了。 这样吃起来原汁原味的, 营养又健康。 搅拌均匀之后,先放在一边备用。 接着准备一块奶酪。 把它切成薄片。 再切成细丝。 最后像视频中这样, 从中间切成两份。 装入碗中。 接下来,准备电饼趁预热。 倒入一勺油。 在每个小孔里面, 都均匀地刷上一层食用油。 再放入蔬菜馅料。 少放一点。 小孔的一半就行。 给它整理整理, 按压紧实一点。 开小火慢烙两分钟左右。 把底部烙至金黄。 先盛出来, 装入盘中。 然后, 锅里面继续刷一层油。 同样的放入蔬菜馅料。 整理一下。 放入奶酪条。 再把盛出来的饼盖上去。 按压一下。 继续烙两分钟左右。 中途可以多给它翻几次面。 这样蔬菜汉堡熟得更透。 小孩吃起来更放心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金黄金黄的, 香味扑鼻而来。 全程大约烙了四五分钟。 然后盛出来装入碗中。 就这样。 非常简单的蔬菜汉堡就做好了。 吃起来, 口感清爽。 外酥里嫩。 不油不腻。 中间加入奶酪, 使其口感更加的美味。 软露还拉丝。 瞬间令人食欲大增。 这样做出来的蔬菜汉堡, 食材简单。 营养丰富。 口味呢, 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欢来做。 家里面有小孩的, 可以这样做给小孩吃。 比买的健康又营养。 多吃, 还不会上火。 我们还可以站着番茄酱来吃哦。 味道一级棒。 好了, 今天的美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美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 就收藏起来, 给我点个关注吧。 我是小韩。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见。 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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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